在2015年选秀大会之前,不少人都认为,来自名校杜克的大拳风贾尼尔·奥卡弗将会问点选秀大会上的状元,因此当时很多战绩较差的球队一旦输了球,大家都不是说他们是奔着状元先去的,而是直接说距离奥卡弗又进了一步。 的确,奥卡弗的天赋,的确让很多人感到惊艳,他娴熟的地位技巧已经不输NBA球员,如果加以培养的话,势必会成为又一个在联盟里闪耀的巨星。 虽然最后庄园签选走了唐斯,但是奥卡弗还是在第三顺位被76人拿走,奥卡弗在费城的第一年,虽然战绩的维米让他在心态上也有了细微的变化,但是不得不否认奥卡弗的确在自己的处子在继展现出了不俗的能力。 但是随后的第二个赛季和第三个赛季,随着恩彼得大帝的强势付出,奥卡弗在球队里的地位见得相当的尴尬,他的出场时间收到打压,出手次数和数据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,而在本赛季,他更是仅仅出场了两场,球队已经直接将他给用费了。 在前不久,奥卡弗总算是脱离了魔窟,他被76人交易到篮网,虽然在篮网他也仅仅只是打了一场比赛,但是对于奥卡弗来说, 只要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费城,所在的球队不是76人,或许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。 近日,奥卡弗接受媒体采访时,曝光了76人对待他的种种布公,在听完他所说的话之后,才让人相信,之前的一切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折磨,谈到自己自己的遭遇。 奥卡弗是这样说的,球队的专项训练,他们不会带上我,我母亲封打给管理层哭诉,我安慰他会没事的,但一切都还是原来那样,我的处境让我妈妈十分担心,这让我感到绝望。 而且不仅仅只是他的妈妈,在之前他的爸爸更是身穿鞋有环甲里尔自由的T恤衫来表示无声的抗议,不仅仅是出场时间没有,而且训练也不给他去参与。 而谈到来到篮网之后,他又是这样说的,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开心,因为在这里,每天都有正式的NBA教练组协助我,但当我在费城的时候,基本上都是靠我自己,我自己找了训练师,Rid Lewis,他从我八年级开始就跟我一起训练,但是与真正的NBA职员相比,这完全是不同的级别。 可见,他在布鲁克林还是过得很开心,76人不让奥卡弗上场打比赛,不让他随对训练的做法,也引起了很多球迷的愤怒,甚至是76人自己的球迷都觉得这样做是不地道的。 在某场比赛中,他们甚至大喊让奥卡弗上场,可是教练布朗却是知若网文,而且据说,76人交易奥卡弗,是迫于无奈,他们本想直接买断,但是他们的废人行为遭到了媒体曝光, 被选美舆论谴责,最后才选择了交易,事情已经过去,希望奥卡弗可以找回自己的状态,好好打脸之前让自己绝望的那些人吧。